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主恩勇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第33篇 今天经文的篇幅稍长一些 总共有22节 这篇的内容在讲 颂赞全能的神 伟大的主权 我们来把这一篇飞下段落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九节 本篇的作者呼吁义人 赞美神 以及赞美神的原因 第二段是十节到十九节 神的伟大治理的权柄 使万邦敬畏 第三段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神是仰望他的人的拯救和盾牌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二节 十八节 十九节 经文这样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药中存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上一篇 第三十二篇 三十二篇是一篇训悔诗 同时又是训悔诗当中的一首悔罪诗 是大卫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本篇紧接着三十二篇 是专门写给艺人们的诗歌 但经文没有标注是谁所写 也没有提供任何的事件 故事背景 也没有诗歌的调名 但由于在三十二篇的第十一节 提到艺人和心理政治的人 紧接着三十三篇的一开头 第一节又提到艺人 所以我们在内容当中可以发现 它虽然没有标注作者 但从真理的角度 却可以被视为是 三十二篇里面信息的揭续和发展 关于三十三篇 历来看法都很多 有的人甚至将它讲得 非常的神学化 抽象化 提到它有何等何等的奥妙 但我们今天会讲得额要一些 从比较而言 若真的把本篇 与三十二篇仅仅结连在一起 那我们就要知道 三十二篇是论到神赦免人的罪的 那本篇就讲到 神是佩德称颂的 因为它是在讲 神对艺人和政治人的 这一群体的治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神借此篇向艺人讲话 艺人不单单得蒙神的拯救 享受神救恩的快乐 神还让他们在神的视角 地位和眼光上来看 他所治理的天地 世界 万邦和国度 所以这篇诗 总体而言 是论到神伟大主权的治理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九节 诗人呼吁艺人来赞美神 同时也讲了要送赞神的基本原因 在一节到九节中 诗句的内容可以分开若干个层次 像一到三节 诗人就呼唤艺人来靠耶和华欢乐 经文说 艺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值人的赞美是合宜的 大家注意这两种称谓 艺人和正值人 于上一篇的十一节 刚好是完美的吻合 诗人呼唤艺人 要来参送神 并靠神喜乐 在经文的原意上来讲 靠耶和华欢乐 也可以被译为是以耶和华为乐 一个真正像诗篇三三二篇那样 里面讲了 人靠着神的赦免得救 才会享受真正的快乐 这就是诗篇三三二篇 第七节所说的得救的乐歌 除了得救的乐歌 人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 还会经历到耶和华神的慈爱 四面环绕 这是三三二篇的第十节 那拒绝神救恩的世人 是以私欲和罪为快乐的 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丧亡 但是以神为乐的人 乃是享受了神的救恩 他们越在神的救恩中生活 就越知道天上的喜乐 福分乃是无穷尽的 所以世人很难理解 那信的人为什么那么执着 他们口口声声 说有喜乐平安 从主耶稣而来 从天上的阿爸父而来 世人不能了解一个秘密 那就是得救的人 已经经历了并品尝到了 天恩的滋味 所以你让他们不欢乐 不赞美都不可能 第二节诗人就鼓励人 以弹琴来称谢神 而且用的是当时 最为优美优雅的乐器 叫做实弦色 来歌颂他 第三节更为关键 这里像我们所说的是 一个蒙德救恩的人 称颂神 感谢神 赞美神 他们唱的乃是一首新歌 新歌出自于新生命 新歌出自于神 伟大的奇妙的新作为 因为就神的儿女而言 他们每一天 每时每刻 所领受的爱和奇妙恩惠 都是新鲜的 按照伊利米哀歌里面所说的 乃是每早晨都是新的 伊利米哀歌三章第二十三节 新歌又在表示救恩的完毕 表示那在神救恩当中的人 已经不再失落 所以在启示录 第五章八节九节中就说 那在高阳面前有二十四位长老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气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那蒙救赎的百姓 蒙了那么大的救赎恩典 所以从这样的生命当中 发出敬拜和赞美 称谢和爱戴 以及美好的琴瑟的声音 才真是合宜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就不难理解 在诗篇当中 多处的诗篇都提到人 要在救赎他们的神面前 欢呼喜乐 弹琴鼓塞 甚至拍手赞美 接着第四节第五节 就在告诉我们 伟大的神 为什么那么的配受赞美 这里就讲了赞美和送赞神的原因 这是因为 第四节说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诗句当中 既提到神的言语 又提到神所做的 神所言所行 尽都正直 尽都诚实 那他的言语和所做的 等一下就与六节到九节 相配在一起 由于神的言语是炼净的 他的言语都如同银 在尼炉当中被炼过七次 所以神的言语和他所行出来的作为 从来就没有谎言和不能兑现的话 宇宙万有的创造 世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都能看到神言语的正直 和他所做的诚实 第五节特别提及 神所创造好的宇宙天地 人类社会 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造物 其中所反映出来的 乃是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这是因为伟大的神 是喜爱仁义和公平的 所以第五节描绘神 充满了十足的温情 显示他以微笑和看为好的 满意的态度来对待他的造物 这就让我们会想起 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神伟大的创造 目的是为了爱 过程当中显出爱 最终他对万物的维系和托柱 也是借着爱 这就难怪 诗篇四十八篇第九节 大卫也说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我在耶和华的殿中 想念神的慈爱 在诗篇二十二篇 二十七节 大卫也说 第四集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顺他 第四集是讲到 住在第四集的居民 他们想念耶和华的什么呢 其实就是想念耶和华的慈爱 人们之所以能想念耶和华神的慈爱 这乃是由于 正如第五节所说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接着在第一段中的下一个层次 就是六节七节 这两节讲到的是 诸天万象和海的被造 经文说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 收藏深海在库房 经文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 创世纪的第一章 经文叙述 神怎样从无创造这个世界 神口中所说的话 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位 大家可以参考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三节 第六节的前半节 提到了子的位格 而后半节 讲到神口中的气 气就指灵 就自然提到了 圣灵的位格 所以在这一节圣经中 三位一体真神 三个位格 又连为不可分的一体 真理就在此被启示出来 所以西伯来书 十一章三节就说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 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而神的话 同时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第七节提到了海的被造 很自然的 容易让我们想到 约伯记的第三十八章 像八到十一节 还有二十二节和三十七节 为什么引了三十七节呢 就是因为本处提到 神聚集海水如雷 容易让人想起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 神曾让海水分开 像墙像垒一样 以色列人从其中行走 如走甘道 但其实这里的垒 并不像出埃及记 里面所讲的 过红海的那个情况 反而是约伯记里面所说的 平或可以被翻译为 是装水和酒的皮带 其实这样就跟库房 这样的叫法 刚好相对应起来 神不是仅仅能让海水分开 垒成水墙 更主要的七节的前半节 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沧海当中航行的时候 感觉到天地之间一叶扁舟 人十分的渺小 但神看地球上 珠水所形成的海洋 其实就像把海水装在装水和酒的皮带里一样 和像约伯记里面所说的瓶中一样 那谁能做到呢 谁能将海水装在瓶中呢 只有伟大的神 库房也是如此 神能将深海藏在他的库房内 所以这里形容神 绝对不是用夸张的手法 而是在告诉我们 神的伟大 对于我们而言的茫茫和无限 在神看来 却是他可以随意驾驭的囊中之物 第八节第九节 是第一段当中的另外一个场次 第八节就说 愿全地敬畏耶和华 愿地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为什么 这还是要回到第七节 里面提到神将海水聚集在皮带内 将深海收藏在他库房内 其原因是在于 神那蜀天的库房 有人说就好像约瑟的粮仓 里面可以出诸多的福分 可以有非常多的美善的事物 来供给给人类 动物 包括植物来享用 这库房内 其中就包括 神所储存的水 但是当人在犯罪的时候 神的储藏 就会被打开释放出来 成为神 可以刑罚人的工具 这就令我们想起 挪亚世代的洪水 那临到地上的水 又从深渊裂开的 流淌出来的 又从天上的雨降下来的 还有一些水 被称作天上的水 大家可以看 创世纪第七章的第十一节 有人说 经文中所说的天上的窗户 就是指不同于普通雨水的 天上的水 被神吩咐降在地上 下来再次 咱们再次 也许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